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问题 这个家庭里有什么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信与不信的婚姻 那么我们接下去去讲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贵族妇女的优雅 我们知道刚才已经说了 那个贵族妇人呢 那些叫做 我们怎么说 我们说那贵妇人呢 自然她们在家里是要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贵族妇女呢 在贵族家庭呢 实际上还是处在衣服地位上 比方说 著名的那个威尼斯人文主义者 他呢 就写过一本书 那个人叫Barbera 他在论妻子的责任 自责里面呢 认为妻子要听话 要服从 要那个全心全意的爱丈夫和爱子女 七折美灯呢 就是温柔体贴等等等等 但是有些 尤其有些妇女 尤其是那个宫廷命妇 也就是公爵夫人 伯爵夫人 那她们的活动范围就不仅仅限于家内 她们要帮助丈夫来那个和社会 实行她们的社会关系 她们在宫廷里要扮演角色 那么也就是说 对这些那个贵夫人呢 她们的要求就更高了 您比如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 那是一个个城邦啊 许多城邦呢 里面有个统治者 他就是贵族啊 那有一个地方呢 叫做沃尔比诺 沃尔比诺的那个统治者呢 他的名字叫做 门特斯尔特洛公爵 他在当时呢 非常成功啊 所以呢 他那个 沃尔比诺的公爵呢 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代表 公爵在沃尔比诺呢 建立了一个 宫廷里呢 建立一个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这样一个宫廷 他具有高贵的风度 虔诚的信仰 所以呢 很多人为他写传记 那么 弗洛伦上有个图书双人和旅行家 他的名字呢 叫做比斯提西啊 他称为 他是最聪明的 最公正的统治者 还有一本书是非常有名的 那就是卡斯蒂利隆写的一本书 叫做《朝成论》 《朝成论》呢 就是来写那个沃尔比诺的宫廷生活 在里面呢 把它称为是意大利的光荣啊 实际上使沃尔比诺成为当时文化中心的 并不仅仅是公爵的功劳 那里呢 还要提到那个公爵夫人的功劳 那个夫人非常有名 他的名字叫巴迪斯塔 斯福查 斯福查 那么他原来呢 是那个米兰公爵 斯福查的子女 她呢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性 那个斯福查呢 他对于出镜 沃尔比诺宫廷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 因为呢 他的学问非常好 威廉非常聪明 他懂希腊语 懂拉丁语 并且他的记忆力呢 是惊人的 公爵自己是怎么称他的啊 公爵说他真好 他是照亮了我的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时间的人 因为那个战户不在的时候呢 他居然能够代行公事 当时所有建造的他人呢 都说他是最坚定的 最卓越的管理国家的人 他和公爵呢 生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呢 叫做比诺 比诺 那个比诺孩子呢 就是继续为促进该地区的文化的努力 所以意大利的那些公爵啊 应该算呢 都是文艺复兴公爵 文艺复兴的那些统治者 后来他们的儿子那个比诺呢 成为沃尔比诺的公爵了 那么那个他们的孩子啊 那个公爵呢 就是比诺的妻子呢 叫做伊莎贝拉 国叉奖 那国叉奖呢 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她在沃尔比诺宫廷中是个风流人物 这个公爵妇人呢 直到1526年才逝世 她一直有 只要有她在 那么宫廷就在 宫廷文化就在 所以呢 在那本那个Castilion所写的朝城书中呢 《朝城论》中呢 对她有很多的描写 我们来看看啊 看看那个伊莎贝拉 果叉奖 她这个人呢 怎么来发挥自己才能的 她的父亲呢 原来是曼图亚的侯爵 那么侯爵宫廷呢 是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另一个很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 那么在宫廷中呢 有著名的画家 有诗人 还有那些艺术家们 那么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国叉奖呢 她呢 很熟悉这样的宫廷生活 那么同样爱好艺术啊 所以呢 我们知道那个在宫廷里的女性呢 她们不仅要会社交 还有政治技巧 还懂得写诗歌 还懂得文学 还能欣赏艺术 那么另一位著名的女性 也是宫廷的那个宫廷的那个贵妇人 这个人呢 叫做伊萨贝拉 德斯蒂 那个德斯蒂呢 非常美丽 优雅 聪明 机智 那个伊萨贝拉 德斯蒂呢 被同世代人 称为是当代的第一女性 她呢 在15世纪呢 费拉拉的另一个地方 费拉拉的文化环境里长大 她那是当代最有学问的艺术家 受到最好的教育 她16岁时呢 就嫁给了 弗兰西斯库 国扎奖 然后搬到了曼图亚附近 在那里呢 她就成为宫廷文化里面的核心人物 因为她对所有的学问 都深感兴趣 她在宫廷中呢 是最有吸引力的女性 她甚至能在意大利 建成了意大利最好的图书馆 她的影响远远 超过了她所在的那个曼图亚 因为呢 她喜欢写信 她从整个欧洲的许多家族 朋友 王宫 贵族 画家 艺术家 都有交往 我们说伊萨贝拉 德斯蒂呢 她留下了2000多封信 她表达了她的温柔 聪明 幽默和政治才能 她的一个密友是谁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乌尔比诺的公爵夫人 过叉奖 他们 她和她之间呢 两个人同情 写了很多信 而且两个人一起呢 是好朋友 度过了很多美妙的时光 她另一个朋友就是她的妹妹 她的妹妹叫伊斯 贝特里斯 德斯蒂 后来成为米兰的女公爵 所以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就是达芬奇 其实就是在她宫廷里的画师 那么同时呢 也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工程师 所以在当时啊 她和她的妹妹 也就是德斯蒂姐妹呢 她们是当时欧洲最最有名的 我们说最有名的那个女性 她们也具有政治和社交的才能 你比如说姐姐那个伊萨贝拉 就是个杰出的谈判的人才 她呢在满图亚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统治者 她和她的丈夫 在她丈夫的生前和她丈夫死了以后呢 她居然为自己的儿子 一个儿子 谋取到了书记主教的职位 并以说服那个查理五世 把她所在的那个曼图亚呢 从一个侯爵的岭 侯国变成了一个公国 就是变成了公爵岭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 就是说呢 那个宫廷的贵妇人啊 有的时候在政治上起很大的作用 她的长子 尤其是她的大儿子 她的二儿子不是当了书记主教了吗 那么她的大儿子呢 就成了那个曼图亚的第一个公爵 所以我们说那个姐姐的师弟呢 一生关心政治 在那个波罗尼亚教皇和皇帝的加冕典礼上 那个姐姐呢 就是伊萨贝拉呢 是除皇帝和教皇之外 地位最高的人 她处处显示出她受人尊敬的那个样子 显然呢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宫廷里面 那个贵族妇女呢 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我们看了那个这个时候呢 那个妇产科医学也有所改进 15世纪以后呢 那个妇女在卫生保健方面得到提高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啊 德国那个法兰克福城呢 有个医生叫罗斯林 他居然在1513年写成了一本书 叫做妇产科学啊 产科学 在这本书里呢 那个罗斯林呢 就列举了18种导致难产的原因 他把妇女难产呢 归结为人为的疾病的和环境的三大类 造成妇女难产的那个人为环境呢 主要一个呢 是年龄怀孕太年轻 比方说不能在12岁以下怀孕 还有呢 在怀孕期间看重体力活 所以他还提醒呢 妇女在怀孕期间应该对他们进行保护 有疾病造成的原因呢 主要是婴儿太大 或者呢 是第一次生孩子 在那个生产孩子 住产的环境上呢 那个罗斯林医生呢 要妇女们呢 避免在通风处啊 给产妇接生 不要在太热的地方住产 那么还告诫那个孕妇和产妇们呢 那个不要多吃甘果 不要饮酒等等 饮酒等等啊 所以那个罗斯林呢 还把怀孕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一到二个月呢 为无形期 也看不到孩子们 没有形状的 那么这样一种妇产科医书呢 广泛的传播 他就比较科学的 向人们讲述了妇产科医学原理 从而呢 挽救了千千万万妇女的生命 也冲破了妇产科的景区 说那个妇产科呢 是不能进入的这个禁区 所以文艺复兴那个时候的 医学的提高呢 实际上就为妇女的生命呢 带来了福音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第四个问题啊 这一讲的第四个小问题 我们要讲什么呢 我们要讲贵族的教育啊 尤其是年轻贵族的教育 欧洲的那些贵族啊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往往要出门学习武艺 然后呢 学习武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如何和其他的贵族 那个认识 那么来扩展他们的社交网 为了防止财产被分割呢 欧洲的贵族规定只有长子啊 当然有的地方包括幼稚 包括长女啊 才能继承财产 这样呢 那些非长子们呢 必须外出谋生 一般到其他的贵族家里去当学生 以便学到武艺 找到谋生手段 或者呢 进入学校 在教会里呢 学拉丁语 最后好到圣语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看到了 那个财产继承的 那个残酷性 往往只有长子 才能继承家业 那么贵族教育的目的 是什么呢 贵族教育目的呢 就是培养贵族的歧视精神 和做一个歧视 所需要的技巧 任何人要成为一个歧视呢 首先必须是一个 虔诚的基督教徒 勇敢 众信誉 忠于教会 忠于他的领主 还能够呢 保卫弱者 尤其是保卫妇女和儿童 开始的时候呢 有年龄的规定 所以一个不满15岁的人 是不能当歧视的 以后改为21岁 可见那个标准越来越难啊 歧视可以做什么呢 歧视呢 可以打仗勇敢 那么你在战场上 受予他一个歧视 但大多数的歧视呢 是在教会的宗教节日里 在圣诞节啊 复活节里啊 举行隆重的仪式 那一个人呢 封为歧视 哪一种歧视呢 那个都可以啊 任何一个歧视呢 都可以由他人 受予歧视之之 起先是比较简单啊 歧视也可以分为其他人为歧视 后来渐渐严格起来了 如果说一个人要分红歧视呢 他要到教会里面去 请一个主教 请一个圣旅 那么这样呢 就举行一个重要的仪式 那么在教会里要祈祷 要守夜 过了这一夜 在第二天呢 圣旅就举行一个祭坛 就接受那个歧视候选人的宣誓 扣上他的剑 并呢 打他一下啊 用掌心 那个吉他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歧视 受受礼 并且说呢 你一定要做一个英勇的歧视啊 这句话的含义 就是要歧视在一切行为上 顾及自己的名誉 基督教呢 给予封建制度 以神圣和荣耀的观念 而这些呢 就刻在歧视的大脑里 成为歧视的精神的灵魂 那么年轻贵族 除了要到别人家里去那边 学武艺之外呢 他还要学武功 还要玩弄兵器 还要会失智 会朗诵 长大以后呢 那些歧视们啊 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基建 就是骑马 打猎 比武 决斗 在十二世纪以前啊 那个贵族教育呢 不包括文学和哲学的 主要是武功 但十二世纪以后呢 我们就说 那个等级贵族呢 像权贵贵族转化了 那个时候贵族学习文化呢 就未朗成风 由于那个资产阶级的贵族化 和一般的平民呢 参加军队 比方雇佣军啊 这就使得贵族的头衔 和他们的军事生活 并不足以表现出自己的地位的优越 这样呢 那个贵族呢 就要开始学一些高雅的东西 比如艺术啊 比如诗歌啊 比如文化啊 来表示出自己是个贵族 因为他是有学问的 自己有贵族风度的 自己能写诗的 自己能进行艺术 那个鉴赏的 对于这些新的要求呢 就使得他们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 有了密切的来往 在1483年的时候啊 约克的大主教曾经这样说 他说凡是年轻人 必须学习技术 及其有关实际事物的知识 那么教会呢 一般上是控制了教育 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 人民之间的十字类已经提高了 文盲少了 认识字的人多了 1462年啊 有一份文件这么说啊 说在1265人 他们呢 参加抗议英国州政府啊 英国一个军的政府的文件里呢 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自己签了名 证明他们失智的 在16世纪的法国啊 有个城市 那么中产阶级中的失智人口呢 居然到了90% 我们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呢 一个城市的失智人口只占5% 但在中产阶级里面 居然有90%人 不是人吗 他们失智的 在城市手工业工件那里 失智的人口 到达65% 在农村人口里面 到10%到30% 伦敦在1460年的时候 那么失智力呢 已经到了78% 那很高了 在农村人口中的 失智力呢 38% 只有德国 他内密文化落后 他里面 失智力 只有人口中的5% 在1533年啊 著名的 乌托邦那本书的作者 托马斯默这么说 他说有五分之三的英国人啊 他可以读英文 这个时候啊 新的大学普遍的办起来了 在德国有 丁伦根大学 耶纳大学 威尔茨堡大学 那么荷兰 当然有莱顿大学 有弗兰克大学 在英国有爱丁堡大学 新教学院 阿布丁 一些老大学也在扩张 剑桥大学学生呢 在1564年 从1560年的1267人 增加到1622年的2050人 可见那个教育呢 尤其文化教育呢 已经成为当时的上层社会的 普遍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另一个情况 他们不仅是失智啊 你失智的人呢 你要有数可读 那么读什么书呢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说中国啊 很早就有活字印刷了 在西游呢 习惯于标课印刷 那成本很高 那么中国的印刷是传到欧洲以后呢 在15世纪啊 有一个金将 这个人叫古尔古顿堡 古顿堡呢 首次在西欧呢 就是采用了活字印刷 因为西方的那个书啊 它是字母 它的语言是字母 所以实际上那个活字印刷 对他们来说呢 要比汉字的活字印刷 要容易的多 那么那个古顿堡 就发明了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呢 就代替了刁拔印刷 而且印刷的成本呢 大大的下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